大家好,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在当上民国政府大总统后竟然为了钱 把中南海养鱼池里的鱼都给卖掉了 事情发生后,很多人嘲笑他是卖鱼总统 还有很多人说,他把卖鱼的钱都中饱私囊了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有没有把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去呢 还是有什么无奈之处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谢谢大家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冯国璋这个人 一,能力突出得到重用 冯国璋的祖上是大户人家 只是到了他父亲那一代 由于父亲痴迷科考,旅考不中后精神失常 再加上是冯清末 农民起义不断,因此到他出生时 家境已大不如前 不过 更度人家虽家境败落 在教育上还是不肯松懈的 因此冯国璋得以入学 冯国璋勤学好读 凭着优异的成绩 他先后考取了毛工书院和保定连池书院 然而,由于家道艰难 不得不在连池书院学习两年后辍学回家 当时由于亲命腐败 国家内忧外患冯国璋认为想要振兴国家 只有投笔从容才能有所希望 当时他正好有个族书效命于怀军 在族书的介绍下他投身怀军 冯国璋的学问是军队里较高的 再加上他有教毕英 人员也好 因此不久便被推荐到 天津舞辈学堂学习军事技能 毕业后 冯国璋参加了甲午海战 战败后 他得到清朝将领念士成的举荐 有幸成为驻日公使御庚的随从人员 到日本考察日本的先进军事 冯国璋非常珍惜这次考察机会 他在日本时不光结识了一批日本军事将领 还阅读了大量军事 教练和指挥作战的资料 这给他以后的军旅生涯 打下了扎实的军事基础 袁世凯当时正督练新军 他读了冯国璋写的兵书后 认定冯国璋是快好材料 所以一刻将他招致麾下 让他编练新军 由于冯国璋在教学上很有一套 因此深得师生爱戴 袁世凯对他更加器重 不久便将他身为督营操务总办 袁国璋还在百盟中和段祺瑞等人 编写了22册训练操法西图说 由于该书严简易改 又通俗易懂 因此被倾听指定为军事学校 和训练新军的主要教科书 袁世凯出任山东总督时 曾为了向德国人炫耀自己的军队 举行过一次阅兵式 在阅兵式上 袁国璋训练的军队 随着他洪亮的口令 一举足则万足齐发 一举枪则万枪同生 形弱笨涛 例如植木 看得德国人连连夸赞 也让袁世凯出尽了风头 事后 诗人称冯国璋为北洋之报 冯国璋成了袁世凯的新夫后 只为一再得到提拔 冯国璋在武备学堂授课时 由于被学生推崇 许多王公贵族也喜欢来听他的课 这样他就结识了一些 皇室子弟和王亲贵族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摄政王在封解除了袁世凯军政大权后 却依然重用冯国璋的缘故 二 倒戈反原第一人 袁世凯对冯国璋而言是有之欲之恩的贵人 因此冯国璋在很多时候都遵从袁世凯的命令 甚至袁世凯下一回乡后 他还一直作为眼线随时向袁世凯报告宫中的情况 并想尽一切办法为袁世凯创造重夺权力的条件 辛亥革命爆发后 冯国璋更是处处不肯受制于宫廷 迫使再封万不得已 只好重新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 并把军政大权再次交付给他 由于冯国璋等人都是袁世凯的嫡系人马 所以整个北洋军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他利用手拥重兵的便利条件和革命军谈妥 让亲王室退位 由于冯国璋有功 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 冯国璋也很快升为陆军上将 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一心想要复辟称帝 冯国璋听说后多次进京劝阻他 但袁世凯假称复辟称帝是国人之愿 他是万万不肯道行逆施 所以他绝不会被国人逼迫称帝 冯国璋见袁世凯说得言辞恳切 便信以为真 谁知道他前脚才走 后脚袁世凯便迫不及待地大造舆论 鼓吹恢复地质等言论了 袁世凯称帝后 赶到受骗的冯国璋与袁世凯恩断一决 并联系北洋军阀其他将领 扛起反袁大旗 要求袁世凯取消地质 最终 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 便在幽聚中一并呜呼了 三 刑事所迫迈迟疑 袁世凯去世后 黎元洪被选为大总统 积极讨员的冯国璋也被选为副总统 走上政坛的冯国璋 开始侃侃而谈他倡导的治国主张 还多次在大学做教育救国的演讲 再加上他一直很注重社会治安问题 因此国内外都对他好评如潮 随后由于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 日渐尖锐张勋借机复辟 仅在任一年的黎元洪 只得逃到日本公使馆 并致电请冯国璋代理总统执权 冯国璋上任后 再次反对复辟并派出军队进行镇压 张勋的辩子军很快就被镇压 不过冯国璋的工作还是很艰难 最让他头疼的莫过于没有钱 堂堂民国政府怎么会没有钱呢 原来当时军阀混战 各自占地为王 这就意味着地方税收根本不可能上交政府 但这些军阀却又不断地以各种借口找政府要钱 为了地方太平 民国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筹钱满足这些军阀 冯国璋上任后 也面临着没有钱寸步难行的局面 所幸他早知如此 在上任前就把崇文门监督这个职位要到手 这样一个月下来 也能收到20多万的商业税 可是这点钱根本不够政府运转的支出 所以他还是筹 这天冯国璋正在中南海转悠 突然看到放生池中有很多大鱼 于是就问这些鱼是哪里来的 随心人员便告诉他说 这都是历代皇家放养的风水鱼 自明代起到清代王 不知道放生了多少条 其中好些鱼身上都挂有金牌或者金圈 原是凯登基后也放生了一些 身上挂着银牌的风水鱼 冯国璋一听乐坏了 赶紧派人将池子抽干 并捞进那些大鱼 然后以皇家鱼为噱头高价卖了出去 当然 此鱼出自皇家 一入市场就供不应求 因此鱼价一涨再涨 还是供不应求 最后果然让冯国璋大大的赚了一笔 段祺瑞借机四处宣传冯国璋有钱匹 说他大肆敛 实人听说后 再加上看到冯国璋卖鱼 便认定他为了中饱私囊 竟连鱼都不放过 于是嘲笑他是卖鱼总统 还写了个宰相东林伐木 元首南海卖鱼的对子嘲讽他 其实这还真有点冤枉他了 因为他在不久病逝后 人们发现他的遗产只有300万元 原来他在任职代理总统时 为了能使政府运转都不刺掏腰包 所以他虽卖了鱼 但他掏的钱却远比那些鱼赚的钱多 难怪他在卖鱼事件后 气得刻下一枚平生志在温饱的图章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参考史料缝过张钻